而提到了太阳剧团除了令人惊叹的表演艺术 其实环保也是他们的工作目标之一 剧团来台演出除了睡在饭店 其他时间剧组人员通通都在展场生活工作 演出一个多月当然会制造不少垃圾 但因为环保和演出同样重要 所以垃圾回收 深行用水等节的小细节 他们一样也没少 不只台湾全球注点巡回的团队都是如此 创办人既拉力不提 多年前带着小丑表演必备的红鼻子飞上太空 在摇关演唱会上连线就为来宣扬一滴水基金会的环保理念 加拿大总部有于学回收系统 公司每一年还会计算营运所需的碳排放量 定定减碳目标 表演事业不断创新 剧团环保政策也积极跟上时代脚步 TVS新闻张家陈俊宜台北报导